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碧君 林碧君 爹 我凭什么和他相亲 为什么和他相亲 他绝几号生的 像二零和二八四一样 在数字上跟我有什么瓜葛吗 什么二二零 二八四 你平时不是最喜欢酒的吗 别说 就是巧啊 林碧君就是坐 九点九分的轮船回来的 还有啊 那算命的刘侠子 把你们俩的命 合过了 合得不得了 你不要忘记了 算命的都会风水啊 爹 你那个是迷信好吗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什么是二二零 什么是二八四 你看这个 二二零和二八四 是一组很奇妙的数字 我给你解释一下 二二零 它的因子是 一二四五十 十一二十 二十二十四四 五十五 一百一十 二百二十 减去二百二十本身 把这些因子 全部加起来的得数 是二百八十四 相反的 二百八十四的因子是 一二四 七十一 一百四十二 二百八十四 同样减去二百八十四本身 把所有的得数 加起来 是二百二十 神奇吧 神奇吧 这就叫做恋爱数字 这个恋爱数字 是毕达格拉斯发现的 在中世纪的情侣 会有两个护身符 这两个护身符里面 同时写着二二零和二八四 它们的意思就是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所以二二零和二八四 被称为恋爱数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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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有去见过人家 怎么会知道人家 跟你不是二二零和二八四的官侠 儿子 无论如何这一次 你必须要见 因为这桩亲事啊 是你小时候 老爹帮你订的娃娃亲 明白吗 我就是一个江南小索将 哪里懂得 冒充什么千金大小姐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义父现在安全 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要亲自去试一下 知道如今 我就是林家大小姐 林碧君了 林碧君 我就是林碧君了 林碧君 林碧君 小五 几点了 三点十分 三点十分 快点吧 我的已经迟到五分零七秒了 我的包呢 我的包去哪儿了 小姐 请出示您的船票 我 先生 你来得正好 我买票了 我把票放在我的包里了 刚刚我的包还放在这儿的 他可能是被偷了 小姐 没买票就说没买票 像你这种没票蹭船的人 我见多了 我真有票 十倍票钱 你要不补 我送你到警察局 先生 我的票就在我的包里 包也被偷了 我身上没有钱 我怎么给你补票嘛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赶紧跟我进去 走 去哪儿 走 我真有票 先生 先生我真有票 我可以帮你干活 修船修缩我都会 真的 我什么手艺都会炸 真的 你要相信我啊大哥 大哥 在这儿好好待着吧 等会儿炸的船 把你送到警察局 到那儿再解释去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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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把我关在里面啊 我还要去救我姨父呢 我姨父现在有危险 我不能被关在警察局啊 管好你自己的嘴 否则 我送你去见阎王 不会 不会 你们嬴是起 最厉害 我一定不会乱说的啊 我一定不会说 这些箱子里面 装的是大烟的 快敢乱说啊 不想活了吧你 不敢 不敢 好在我随身 带着长命锁 姨父跟我说了 这个长命锁 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信物 可千万不能让别人拿走了 什么也难不逃我这个 江南第一的小锁匠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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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快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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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跳枪了 终于抓的 你要自杀 别以为用死危险我 我就配心软我告诉你 要不然补票罚钱 要不然进警察局 不是我 是有人已经跳下去自杀了 那个人长得很像我 快点去救人啊 快去救人 救人啊 那个女人跟我长得这么像 难道她就是林碧君 别以为这样你就可以将功不过 等警察来了 我还是会把你交给他们的 别跑啊你 别跑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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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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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自己到上海也太倒霉了吧 要冒充林碧君还要被车撞的 妈呀 这个林家大小姐也太不好当了吧 慢着 撞坏了东西 多少钱我赔 不必动刀动枪吧 只怕你赔不起 这群人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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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名细写得很清楚 重新算一遍不就好了吗 这么多的账 老子没有时间陪你再算一遍 鬼爷 你在牢里待了十年 兄弟们都想死你了 你共进了三厢安息大红庞 两厢信阳毛街 十二厢的西湖龙脊 和十二厢的碧罗春 价格合计是 一万九千七百二十三块大雅 这里的停泊费用 早上每小时十三块五 晚上每小时六块二 所以你们是昨天早上 八点十分到达码头 至此共停泊一天二十九小时 十二分钟 我应该给你们 两万零二十五块大雅 然后折合成美金就是 六千六百七十五元 我这有七千美金 就当这七千美金掉到水里了 全都赔给你 四爷 好像是这个时候 没想到你想得真有种啊 敢在营市的地方上撒野 你 你们是营市的 你知道吗 上海就是因为 有你们这些黑帮 才变得乌烟瘴气 这香嘴装的很可能不是茶叶 而是大烟 就当这给你备好 就当这给你洗尘呐 我何尝不是惦记着 所有的兄弟们 对了 大巴 你确定前面那辆车 是迎战的吗 没错 五九五肯定是迎战的车 看他这样子 肯定是去 蓝蓝蓝蓝西餐厅 我就猜到他会去那儿 所以派了人 在那里守株待兔 你不是说 昨天迎战带人 砸了咱两个场子吗 咱们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还以为咱遮天会 是缩头乌龟呢 这小子给我歇了 别抢 别抢 给我让开 别抢 给我让开 别抢 别抢 给我让开 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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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招 给我开好马头 此家人 给我追 是 难道刚才跳江的那个女的 就是林碧君吗 绑架义父的人 让我去冒充林碧君 可是林碧君居然跳江了 我去什么地方找义父呢 义父 对不起啊 我真的是传票和包 都被偷走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说的是实话 我没有 你是冤枉我的 我求你了 你别抓我呀 你干什么 我 你让我出去啊 我的包真的被偷了 你是谁啊 你不是检票员啊 你生日是哪一天 生日 你帮我拉上车里 就是问我生日啊 你刚才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我还以为你要把我吃了呢 我在问你 你生日是几月几号 还有 你吃到了九分钟知道吗 我哪招时间啊 我 我也不像你 你有表 好吧 既然你非要问我的生日 是什么时候 我就告诉你吧 七月二号 咋啦 七月二号 七和二 每一个是我喜欢的数 你能不能先别讨论什么数了 你好像有麻烦了 有一堆人拿着武器 朝你这冲过来了 怎么办啊 小五 开车 小五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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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这回让他跑了 下回我非宰了他不可 四哥 打了那批货里有大烟 这消息万一要让少爷知道了 可就不好了 行 我现在就去探探口风 你们先回去 把这件事想够处理好了 是 走 你放开我 你怎么回事啊 坐个车也会吐啊 实际上你那个车开车七八糟的 我问你啊 你为什么不喜欢七和二啊 七和二都是素数 是最小气的数 素数 小气 怎么连素数都不知道呢 所谓的素数就是被一和自己整除的数 它们不能融合其他任何的数字 这难道还不小气吗 你不是在教会学校读过书吗 读书读到哪儿去了 那 那你喜欢什么数啊 我喜欢九 十进值当中九是最大的 而且在九前面 任何数字都会显出自己的圆形 一除以九等于0.11 二除以九等于0.22 三除以九等于0.3333 哦 这也是啊 素数 你不喜欢素数 你喜欢九 那就是说九是荤数了 我也是特别喜欢吃荤的 我就特别喜欢吃肉 荤数好 荤数就是好 你干嘛这么奇怪地看着我 我 我穿的是三十六号鞋哦 三加六等于九 我一分钟能开九把锁哦 我跟你说啊 算命的还说了 我是猫命 猫有九条命的 说不定本姑娘 还能活到九千岁呢 别公平了 王八都活不到九千岁呢 你如果不喜欢我 叫你林碧君的话 我可以叫你七加二 见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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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见鬼了 你怎么知道我叫林碧君啊 我刚刚下船 你就知道我叫林碧君 阿佐 吊 阿佐 一 二 快点 这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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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只想见林碧君小姐 不想见血 荣华不贵 你们俩守这儿 不要让他们闯进来 跟我挺像的 这是我 就是因为这个人 我爹才让我和你这个林府的大小姐相亲 相亲 所谓的林府大小姐 原来他把我当作林碧君了 可是林碧君不是一惊 我明白了 那个林碧君 一定是忍受不了这个人的臭门辈 不想跟他相亲才挑战的 想什么呢 我告诉你 你说除了这张脸以外 你有哪一点像他了 看你这副德行 这是穿着哪里像大小姐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故意去拍这张照片来骗我的 我 你也太逗了吧 我故意拍照片来骗你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德性 整个一个七减二 五 对 就是五 前面再加个二 后面加个零 二百五 就是二百五 我告诉你 二百五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好吗 当然有意思了 五百的一半 一千的一半的一半 看来你挺会数数的 我饿了 我包丢了 你有钱吗 吃饭去 你还说你没骗我 你就是和我爹串通好的 你连吃饭这个环节都不落下 跟你爹 吃饭的环节 什么意思啊 别无废话 走 再来啊 这到底什么情况 齐家 你还吃不吃饭了 快点 怎么不走啊 车坏了 什么 你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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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啊 啦 我买来啊 我说什么事 manager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这么乱 我们还是别吃饭了 你干脆送我回连府吧 天哪 那个人怎么了 他好像伤得很严重 我们送他去医院吧 你小心点啊 你没事吧 大邦 去把那帮子人赶走了 别让他们伤到那个穿粉色西装的小子 好 快去 不再保佑 你个废物 住手 给我上啊 快 给我追 你没死啊 走吧 干什么 我不会打架 我 终于要开启我最喜欢的七加二模式了 什么意思啊 吃饭 不会 饭吃饱了 这命就没了吧 小五 把车钥匙给我 你先吃饭去吧 欢迎光临 九号桌 你们东家已经给我定位位置了 我叫钱仲杰 您稍等 原来你交钱重鞋啊 难怪呢 这一路上跟重了鞋似的 喂喂 干吗 警告你 别给我乱说话 拜托 许妮令我圆堂 我饿了 想吃饭 先生 对不起 九号桌已经有人做了 是你们东家订的 而且是提前订的 为什么会有人做 那是因为 站坐的人来头太大 我们都对不起啊 来头太大 我倒看看来头到底有多大 走 位置没了就没了嘛 咱们换一桌吃不就行了嘛 就吃个饭嘛 钱重鞋 钱重鞋 你可算来了 收到我的信了 我 我 我准备了你最喜欢的兰花 你是在等我吗 坏了 这人一定认识林碧君 我马上就要露馅了 可怎么办呢 我绝对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我还要见义父呢 你跟他认识啊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你哑巴了 不是 他 他是 他呀 我怎么会认识他呢 他就是个神经病 不信坑啊 你说这个男人手上 竟然拿着一个布娃娃 哪个男人手上 会拿着布娃娃 这个人就是神经病 我才不认识他呢 你呀 就别听他胡说了 咱们赶紧吃饭去吧 关爱生命远离神经病 走 走啊 这 这桌是我订的 我哪儿都不娶 李军 这个布娃娃是你送给我的 你忘了吗 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 你说他是神经病 他知道你的名字 他怎么会是神经病啊 我看你才是神经病 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 这个神经病 果然把我当成林毕君了 这个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你想想 我林毕君在大上海 那得有多少人仰慕我啊 对不对 至于其我的人 都已经排到那个码头上去了 至于这个人知道我的名字 那有什么奇怪的 至于你嘛 你这个钱中邪 就你这样的人啊 真是有眼无珠 还管我叫什么 七家二 闭嘴 这位先生 这个座位是我定的 请你现在马上离开 你让我离开我就离开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说站座就站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两位 那个 钱中邪 咱们就换一桌吃吧 反正不就是吃个饭吗 闭嘴 闭嘴 这 这 请不吝点赞 我怎么带你们 我怎么把你讨论 上门 那就 是 我怎么可以 我怎么才不问 优优优独立 什么 不是 我干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等 普通人的人头是一万美金 那些富商老板的人头是五万美金 澎湖帮遮天惠老大的人头是十万美金 你帮我算算 你的人头值多少美金 我 我的人头不值钱 我的人头不值钱 我 萧嫣啊 萧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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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嫣那几个小子 她娘的跟脚底下抹油了似的 跑得还挺快 一个都没追上 全跑了 萧嫣 对了 萧嫣 穿粉西装的小子 你认识他 不该你问他就别问 萧嫣 萧嫣 码头的厂子今天被人给砸了 我着急见少爷呀 你看这俩人这怂样 萧嫣这天会火劈了 萧嫣 萧嫣 我先进去 你们在外面等着 四哥 你看 砸咱们码头的人 换了这辆车 你想得是真傻假傻呀 少爷在里面呢 你没听说少爷 在和一个女人约会吗 你要是进去打打杀杀 少爷非踹死你不可 对 少爷 码头今天被人砸了 老爷和阿四都急着找你呢 过来 对了 就是他帮咱们赶走这天会的 毕君 今天家里有点事 我就不陪你了 看在你刚才帮我赶走 遮天会的份上 今天就这么算了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有几个黑帮是活得长的 四哥 这小子的车所 被咱们挂马的沙子 他这回只能走着回去了 老爷 钱老爷来电话 说他儿子钱仲杰到码头去接小姐了 他们要吃过晚饭之后 再送小姐回来 看来这个钱老爷 也很急于让两个孩子成亲 这不也是您的计划嘛 三个月之内 必须让这两个孩子成亲 您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吃饭 好 为了见我的义父 我必须继续假装当那个林毕君了 这个钱仲杰也不太了解林毕君 不然还可以跟他打听打听 你干嘛老盯着我看 我脸上有数字吗 没有 没有 我在想 如果 我是林毕君的话 你 该什么时候送我回府上 你吃不吃饭 对呀 饭来了 吃 来 爹 跪下 跪下 你这个逆子 说 折天慧 为什么想要你的命 我 因为我砸了他们的场子 为什么要砸人家的场子 因为我喝多了 别打了 锁被灌杀了 知道灌杀了 我都跟你说过了 这锁啊 被灌杀了 你这么硬拉 门会被拉坏的 来来来 拿着 喂 闪开 闪开了 我这辆车可是进口的 你可不可以把它弄坏了 喂 我这辆车可是进口的 这次该你闭嘴了啊 今天跟你在一起 真是倒霉透了 吃饭被人占了位子 出来车锁又被人毁了 我告诉你 这车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这个开锁啊 本来就不是女孩子会的技术活 你偏要去弄 我告诉你 这开不了啊 你以为开 是 某些人啊 只知道加剑成厨 那根本就是没用的 我告诉你说啊 会开锁的人 那才是完美的 这钥匙呢就是一 这锁眼呢就是零 加在一起呢就是十 十分完美 这个说法我喜欢 那是 我跟你说啊 你以为本姑娘 是真没上过学呢 以前呢 我每次在学校里的墙外面 去旁听人家 我是说 我每一次经过 那个学校院墙的时候 就知道 他们答题到底对 还是不对 我还以为你上学的时候 都是学的那种素术 我 我连婚数都知道 素术有什么不知道的 你太小看人了 不是说 你送我回家吗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这是我做的 你坐后面 爹 我知道 我不该喝那么多酒 去找遮天会的麻烦 我也知道 爹您一直跟遮天会和谈 可是遮天会害死了我娘 我迎战什么都可以忍 可以让 可是杀母之仇 不攻殆天 只要我迎战有一口气 我绝对会让遮天会 血债血肠 你是不死为改 爹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向遮天会低头 难道你忘了我娘是怎么死的 忘了你老婆了吗 你 你是个逆子 你 你 你 那是个逆子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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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回来了 老头芭城就是林碧君的父亲 我必须装他笑一点 爹 小姐 你这刚走一个月就不认识李伯了 李伯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忘了李伯呢 我只是想知道 我爹在哪里啊 李君 你回来了 这回是谁啊 感觉胡大小姐的名字一定是她爹 爹 我想死你了 我想死你了爹 我真是想你啊 想死你了爹 李君 累坏了吧 进去休息吧 哦 呃 小姐 里边请 哦 好 走 大小姐怎么感觉怪怪的啊 小姐 百合已经去烧水了 等会儿你就可以去洗澡了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洗澡 我今天累了 就不洗澡了 不洗澡了 小姐 你平时很爱干净的 而且还有洁癖 您今天怎么就不洗了呀 我是说 我是说我现在累了 休息一下就去洗 嗯 好 那您先休息一下 我先下去了 嗯 洗什么澡啊 我们穷人一个星期才洗一次 有些人 那是一个月都不洗澡的 那是怕浪费水 啊 不过说实在的 这个屋子 可真够大的 可是这个林碧君 日子过得这么滋润 还有丫鬟伺候 他怎么会想不开呢 啊 二零二八死 多美妙的数字啊 真是 富人有富人的烦恼 穷人有穷人的快乐 他一定就是林碧君 没错 就是今天跳江的那个女孩 他怎么长得跟我这么像啊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人让我来冒充他 然后他就跳江了呢 真奇怪 真是太奇怪了 哎呀 不行 不想了 关我什么事啊 我来这儿就是来找义父 绿罗 阿淳 我找少爷 少爷说了谁都不让进 少爷 老爷回来了 少爷 你别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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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别叫了 少爷 少爷 老爷回来了 让你去见他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和舒子谈恋爱的时候 不要来烦我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不礼貌 这跟偷看别人洗澡有什么区别 你去跟帐方领两个月工资 你明天别来了 少爷 我错了 绿罗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别赶我走啊 是老爷回来了 他让你下路去见他 爹 水仙 老爷 你在我们林家也超过十年了 你又不是外人 所以跟你说点家事 碧君前阵子在香港 做学术交流 他在那边呢 出了车祸 脑袋受到了撞击 医生发来电报 告诉我这件事 在他受伤以后 性格完全变了 还有忘记了一些事情 医生还定住我 他意外之后 整个人的很多事情 全都忘记了 他说过什么 你们就当他没说过 都是胡话 如果他记不起什么的话 你也不要上章 这么漂亮 字也写得好美啊 虽然 有太多想不通的地方 但是 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救义父 要想救义父 就必须扮演好林毕君 嗯 我知道了 我要先学好林毕君的笔记才是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请小姐吃饭吧 我跟你说啊 那个丫头肯定是假的 老爷 咱们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大小姐一走走一个多月 下落不已 我这个当继父的 不知道她又搞什么鬼 本来呢 我正愁钱家的亲事 现在 这个丫头就从天而降 我们就顺水推舟 将错就错吧 好 好 老爷高明 爹 正姐 怎么样 人家林小姐 还合你的心意吧 那光看照片就知道 一定是个大美人 一对平行线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对平行线 永无交叉点 什么意思啊 但是我看她照片上的脸 就是你说的什么 二二零 二八四 儿子啊 你看人家多漂亮啊 是不是 难道本人跟照片 不一样啊 爹 你终于知道这两个数字了 可是我跟她呀 是脸合 但是心不合 玉露 你去给老爷收拾一下房间 老爷改切归正了 今天住家里了 好的 好 我今天啊就在家里面睡 但是我告诉你啊 我留下来睡 是看在未来儿媳妇林碧君的份上 爹 要不然你给我一个面子 以后再也不去闻香阁了好吗 怎么 难道你想软禁爹呀 留学回了几天 就想控制爹了 是吗 林碧君 对了 不光是写字啊 我要想扮演好林碧君 就应该扮好林碧君的样子 还要注意她的穿着打扮 好漂亮的衣服啊 这件衣服的颜色 真是好美啊 天哪 这么漂亮的衣服啊 蓝色的 就像大海的颜色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 儿子啊 爹也知道 一时半会儿啊 让你接受这门亲事是很难的 不如这样啊 你就先把碧君取回来 他进门之后呢 你不喜欢爹在在外面 帮你取一个 爹 你别把你那套传授给我 我只有一颗心 我只能给一个人 你怎么可以让我捡一半给其他人呢 儿子啊 爹现在啊 教你做加法 一加一再加一 这样就多了嘛 那你还不如说后宫家里三千呢 爹啊 这样我还活不活了 我让你活 倒不如你让我活好不好 你看 我一听到你说你不想娶碧君 我的心呢 我的心就慌了 慌起来的时候 这个烟瘾哪 又来了 爹 索性你拿这个东西敲死我得了 哎呀 敲死你 倒不如敲死我呀 爹爹爹爹爹 好好好 我明天就去林府 我现在的心啊 就像做惩罚 我快炸了 哎呀 果然能行 嘿嘿嘿 这么高的高跟鞋啊 真是不一样啊 人靠医装 佛靠金装 我再披上这条漂亮的围巾 顿时感觉就是不一样 我的气质都变得非凡了 不一样了 颜值小姐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真正的林毕君了 对啊 林毕君 我是林毕君 我是林毕君 来来来来 小姐 酸菜准备好了 老爷让你去吃饭 吃饭 太棒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出来 爹 李伯 来 吃饭吧 女儿啊 仲介说你没怎么吃饭 来 快坐下吃点吧 别愣着 快吃吧 可以吃了吗 吃吧 你饿坏了吧 可以吃了 好好 好好吃啊 李伯 你站着干什么 坐下吃啊 一会儿菜就凉了 好 不不不 府上有规矩 下人 不能和老爷小姐同桌吃饭 是 是 我怎么连这事都给忘了呢 毕君哪 今日不同往日 你现在大了 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所以就不能再不同规矩 所以特意帮你请了个老师 专门教你嫁为人妇之后 该懂得礼节嘛 爹 我 我现在不想结婚 我更不想嫁给那个钱仲杰 你不要任性 三个月之后 你必须要嫁给那个钱仲杰 我不是想冒充林毕君旧义父 可没想过要嫁人呢 不行不行不行 爹 我不能嫁给他 你今天是不在场 你没看见他那个气势 我还没跟他怎么样呢 他就那样对我 以后要真的怎么样了 他岂不是要把我踩在脚下啊 小姐 把你许配给钱家 可是老夫人的意思啊 老爷她也是想借着你们的喜事 重重喜 让老夫人的病啊快点好起来 嗯 对了 若醒我娘 娘呢 我 我怎么没看见我娘啊 毕君呢 我跟你说过 你娘突发重病 现在在南方养病 你要是想见你娘的话 就赶紧跟钱家把亲事办了 保不准太医高兴啊 病就好起来了吗 嗯 嗯 老爷啊 您放心 小姐的身名大义 一定会愿意嫁给前少爷的 小姐 您说是吧 李伯这个老皮肤 竟然比我去犯 等着吧 等我找回义父 就立马做人 管你什么大小姐不大小姐的 好 爹 都听你的 都听爹的 嗯 好 多吃点 多吃点 宝哥 宝哥 少爷 出什么事了 你帮我去查一下林毕君 我觉得 哪里不对劲 现在吗 少爷 现在很晚了 怎么 我要让你去查个人都觉得晚 我要现在让你去杀个人 是不是还得等你出过空啊 那是少爷 好吧 真是累死我了 累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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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八月十九日 那不就是今天 林毕君做记号 是因为他选择今天跳海吗 九月三号 九月九号 如果林毕君打算今天死 他把后面的日子都画上圈 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他什么意思呢 真是的 我来就是查我义父的 他的事情 林毕君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才不要操心你呢 我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找义父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老实点 快点 谁 鬼爷 这小子是嬴市的 还抽老千 嬴市的人也敢来我 遮天会的厂子里要扬威 拉出去剁了 鬼爷 我错了 这是我第一次啊 你饶我一命 鬼爷饶命 鬼爷饶命 我有重要情报 慢 想救你义父 就用迎啸天的龙头拐杖来换 喂 你到底是谁啊 你出来啊 有胆量心 就不敢出来说吗 有本事出来说话啊 明天嬴市 有一批贵重货物要出手 只 只要您饶我一命 我把时间地点都告诉您 说 是 是 是 报告鬼爷 时间是明天上午九点 时间是明天上午九点 地点是 维香阁南面的地下残库 是 是 是 鬼爷 我 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拉出去 走 走 鬼妻 你这个初二快二的小人 鬼妻 你是嬴市的人 杀了你也死有余辜 鬼爷 咱们这么做 会不会被外面的人 说您不守心愈 倘若放了这家伙 谁知道他会不会 给盈孝田通风报信 盈氏的这批货 我鬼妻结定了 我 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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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里面吗 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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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群 哦 爹 是你啊 你在这里干什么 爹 我刚才去茅房 回来迷路了 女儿啊 你怕成这个样子 以为见到鬼是爹也别怕 你的病刚好就到处乱走 多不好啊 跟你说 这里阴气很重 你别到处跑 这儿时常闹鬼的 我送你回屋吧 这里还闹鬼啊 你别怕 爹在 送你回房间 来 以后少到这儿来 知道吗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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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个医父 这么的阴森森的 还闹鬼啊 人家都说 鬼是死了的人变的 该不会是那个林毕君 他死了之后 来找我吧 说到林毕君 他为什么跟我长得这么像 难道我们是孪生姐妹吗 那么林旭瑶就是我亲爹 林夫人就是我亲娘 不过说实在的 这个林旭瑶和李伯 真是怪怪的 尚爷 进 老哥 尚爷 您让我查林家的消息 我查清楚了 怎么样 他是林毕君吗 我亲眼看到 林徐瑶务晚着林小姐 十分关心的样子 十有八九 林小姐受了重伤 所以才和以前不一样 我去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好 尚爷早点休息 这位小哥 我想找一下营小天 我想找他拿个东西 你这小丫头 我们营氏的帮主 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去去去 滚一边去 你干嘛动不动就让人滚呢 滚倒是可以 但是呢我会往里面滚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你 你给我一摆下 方兄 营小天 你 你干什么你 营小天 快走 营小天 快走 营小天 你是谁啊 你找营小天 什么事啊 哦 我就是营小天 真的吗 你就是营小天 是啊 我就是营小天 你有事吗 哎 我呢 就是要来找你的 我想找你拿 龙头拐杖 你说什么 我就是来拿龙头拐杖啊 想要我龙头拐杖的人 是很多 但是像你这样当面向我讨要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你口口声声说要龙头拐杖 嗯 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 我不清楚 我只是想拿它去救人 你说吧 要怎么样才能给我这个龙头拐杖呢 我告诉你 这龙头拐杖 是我营小的戏物 我真的是很有急用 你就把它借给我好吗 我用完了我再还给你 怎么样 我看你是一个小丫头 我不跟你计较 嗯 你走吧 喂喂 干嘛 我好生好气的跟你借拐杖 你干嘛这么看不起人呢 我告诉你啊 你今儿不把龙头拐杖给我 我就不走了 好 我看你是个小丫头 我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 真的 我就把这个拐杖放在屋里 有本事你就来拿 你们大家谁也别拦着它 看它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拿到我的拐杖 嗯 这个营老头到底搞什么鬼 我还是换个地方进去吧 干杯 干杯 能让东小姐亲自出马 这个人一定非比寻常 杰克先生 您猜得没错 您还记得 两年前那起 国际走私帮派的案件吗 美国的警探用了三个月 都没有破解的数字暗号 我的朋友 只用了两个小时就破解了 还帮忙破了案 哦 怎么说他是个输血天才 不仅如此 我的这位朋友 还和我在英伦留学五年 英法医三国会谈上 他去做过翻译 因为这三种语言他都会说 不过 有一点您可能想不到 嗯 这是什么 其实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当一名除恶扬善的警察 所以他这次回国 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杰克先生 我之所以极力向您推荐他的原因 是我希望他能成为 法租界空缺的巡警 不过 我那里 不仅仅需要一个厉害的警察 杰克先生 要不我们先点餐吧 琪琪 你知道我对吃饭没兴趣 我跟您有精致 干什么 你别这样 杰克先生 放开 你个混蛋 光天化日之下 对女人动手动脚 地球上不能留你 你别打了 快 仲杰 他在法租界很有权势的 让开 你在法租界里面不是很有权势吗 你回去查一下 他们认不认识我前仲杰 我和你再介绍一下 我是英法数字联盟的会长 你们领事也是会员 你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告诉你们领事 快点 向董小姐道歉 道歉 你知道英氏的少帮主迎战吗 他跟我可是有多年的交情 我会叫他来收拾你的 我这辈子最讨厌黑帮 你居然敢拿黑帮来威胁我 再给我打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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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真漂亮 这个英老头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这里这么多人都听他的 你会后悔着 我现在就去找营氏少帮助来收拾你 有本事你别走 走 我要跟着你走 昨天和营战的仗还没算完呢 带走 走 郑姐 郑姐 天哪 我还以为林府就够有钱的了 原来 这才是真正金碧辉煌的有钱人家呀 我会让你马上见到英公子的 到时候您会知道什么叫做好悔 我恨不得马上见到你的靠山 众杰 算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你放心吧 没事的 就把你打开了 发痠 出发了 去 Renault 大夫 大夫 再去野东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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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老头 可是你让我进来取的 我这可不算偷哦 住手 干什么的 住手 喂 喂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好一个胆大妄为的丫头 我 你还真敢来 竟然 打开了我的书柜 去 把他给我扔出去 等等 等等 臭老头 明明是你让我自己进来取的 干吗现在要抓我 别 这位大哥 把他交给我吧 送走 走 臭老头 你说阿不算数啊 你快点把拐杖给我啊 臭老头 你不是要把拐杖给我的吗 你要干吗 叔 你是谁 我 我 我是林碧君啊 林府千年大小姐 你昨天不是还说认识我的吗 让你知道不娃娃的事吗 不娃娃 哦 我那个医生啊 还有首饰啊 玩偶这些啊特别的多 所以啊 就不完全记得住了 你根本不是林碧君 即便是他生病了忘了 也不可能干出你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说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装林碧君 他在哪儿 我 我就是林碧君啊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爱信不信 你 你不说实话是吧 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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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要杀了我吧 不是 我 我 那个 我真的就是林碧君 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说 你觉得 我到底是哪儿不像林碧君了 要不是看在你跟林碧君长一样的份上 我一定杀了你 走 去哪儿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听着 我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但是我绝对不相信你就是碧君 等我知道了真相 你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 怎么 我枪了不起啊 我要是有把枪 你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你有枪又怎么样 你敢杀我 当然啊 我当然敢杀了 不过 我不会先杀你 我会先杀里面那个臭老头 这里盈啸天 盈啸天 我跟你没完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放开他 又是 我叫你放开他 你说放开我就放开 你凭什么 就凭我是他的未婚夫 盈公子 盈公子 这家伙打了我 还跟我说 要来找你 跟你算账 走吧 喂 干吗着急走呀 我的事还没完呢 喂 说好了把他那个崴杖给我 让我自己去拿的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你放开我 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 坐在这里别给我乱动 要不然我让你游街市中 关门 仲杰 这个女人是谁 你怎么说她是你未婚妻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刚刚明明说 她是你的未婚妻 哦 琪琪 这是我爸小时候帮我 订了一个娃娃亲 一时半会儿 我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跟我说实话 这件事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女人 你到底认识她多久了 二十九个小时零九分 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先过去啊 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你指哪方面 随便你哪方面 好 我是有句话要跟你说 你挺不知好歹的 对对 他特不知好歹 我就是不知好歹 但我知道一点 如果有人想我死 那个人一定会死在我前面 少帮助 你一定要替我招寻他 给我进去 我要你给我进去 我不会让你失望 一定有机会 让你尝一尝 不知好歹的恶物 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得太久 手表上的秒针 赚得越少越好 我不喜欢等 主妾 妾之主 妾妾 快放手啊 要不然你也会摔下去的 刚才手链已经把你手腕勒出血了 你的手腕肯定受伤了 姐姐 我没事 这样能救你 这点上算什么 姐姐 我送你去医院 来 来 怎么了 手腕疼了 我都习惯了 没事的 仲杰 你放心 只要为了你 我付出什么都愿意 琪琪 我 干吗呢 说你呢 你敢下来一个试试看 你说你一个堂堂大小姐 怎么没事老往黑帮老大家跑呢 我没有 仲杰 你别这样 你好 你好 我叫董琪琪 我和仲杰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我们以前在欧洲留学的时候 就同志同住的 你好 我叫林碧君 我就是林府的千金大小姐 你听说过林府吧 就是那个特别特别大的 光是我的丫鬟 佣人 酒脸 听见了 听见了 仲杰 我们还是送他回府吧 看你这么有精力的样子 好吧 等会儿你自己走回去吧 走就走 谁心狠做你的破车 早说啊 早说 我早就下来了 走吧 了不起啊 我车还没我走得快呢 放好了啊 都跟紧了啊 快点 好的 估计前两天 码头那小子看出我的祸事大爷 得想个办法赶紧出手 大爷要出手 我得卖给渡馆才行啊 卖给哪个渡馆好呢 四哥 想什么呢 没什么 帮主吩咐咱们把这批禁药盘尼西林 在前面的闻香阁交易 咱们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 弟兄们都加把劲 等这批货出手了 我请大家到闻香阁 好好的玩一玩 好嘞四哥 都加把劲 跟上 来 走 走 小心 打开 你扶稳啊 谷言 那茶叶箱里 就应该是贵重物品 让兄弟们抄家伙 上 同志 放手 同志 这是 给我抓住他 快 来 奶奶的 一群饭头 撤 是 是 我明天下午要跟嬴啸田和谈 在此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人给做了 万一被嬴啸田知道我们结了他们的祸 我就没有谈判筹码了 是 我一定会抓到他 明天我去跟遮天会的人会谈 你老是待在家里 不要给我惹事 爹 我什么时候又惹事了 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嬴示好啊 知道了 碧君 你大早这是去哪儿了 你怎么了 爹 我总觉得你一点都不疼我 怎么会这么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跟我说 一定让我结婚 说只有结了婚 娘才会回来让我见到她 而且 你还认我必须得嫁给那个谦仲杰 碧君 女大当婚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听话 你早点结婚的话 你娘才能早日回来早日康复 所以你必须在三个月内嫁给钱仲杰 是真的吗 难道我真的得必须嫁给钱仲杰 才能见到我娘吗 来来来来来 坐下 你娘是这么说的 好奇怪的理由 不知道该不该信 不过要我嫁给钱仲杰 可是比这开五百道宿还难 不 比开一千道宿还难 碧君呢 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好端端的一声不吭 听爹的 你嫁给仲杰的话 将来一定有好日子过的 而且 你娘会早日回来吗 真的吗 爹 那行吧 那我就看在那个钱仲杰的面子上 就答应了吧 看在她的面子上 嗯 那个钱仲杰 除了那张脸皮还性以外 其他的就没有任何优点了 也就那个鼻子长得还性 好了 那你答应嫁给她了 哦 反正三个月后 我早就不在这里衣服了 不对啊 诶 朱姐啊 到底什么事啊 非要我大晚上回来啊 爹 我问你 你确定这个林鄙君真的是大家闺秀吗 到底什么事啊 我看她行为举止根本就不像嘛 为人家 离猫换太子 然后 随便找个什么人 灌了个小姐的名字 把我们糊弄了 哎呀 你能不能行啊 上次我见到她的时候 跟这个照片一模一样啊 哎呀 孩子啊 你是不是想当警察 想疯了吧 你现在是不是想拿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施施手啊 连琪琪也说 她不向大家闺秀啊 琪琪 琪琪 琪琪妒忌 啊 哎呀 我跟你说 不要经常跟她混在一起 同学归同学 情人归情人 一定要给这个关系 划清界限知道吗 现在你是一个已经定了亲的人 你不要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孩子 有什么关系了 哎呀 我没有啊 爹 哎呀 要不这样 啊 如果你真心喜欢琪琪呢 你就把碧君先取回来 等三点以后呢 啊 爹再让你把她取回来 啊 哎 爹 你在说什么呢 我从来没想过要娶琪琪 琪琪的时候 是因为我受伤的 我对她愧疚多于感情 对啊 那就好了 你不喜欢就行了 那你就赶紧 把这个林大小姐娶回来 做我们家的儿媳妇 到时候 我就大功告成了嘛 什么 大功告成 到底什么大功告成啊 你告诉我 你 你个小兔崽子 哎 好了好了 那我去睡觉了 爹我告诉你 这个林碧君肯定不对 哎 大早上就是空气好 出门喽 神清气爽 的 天哪 你是故意吓人的吗你 你不是说 不想见到我吗 干嘛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必须来见你 我们之间的事还没有了结呢 走吧 时间不早了 跟我出去吧 去哪儿啊 我作为你的未婚夫 我作为你的未婚夫 突然觉得 要给你这个未婚妻买些衣服 臭丫头 你不是林碧君 看我怎么揭开你的假面具 我不去 我还有事呢 你又干什么 我不想买衣服 哎 我不想去 想事 一天一夜 周围的赌管全找了 她娘娘连个人眼都没有 大址这么好赌 他现在一定在赌场 要不 再找找 大址 班戈 阿四 他娘的 给我睡 你小子挺能跑啊 老子看你这回往哪儿跑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且不说你惹老子不高兴了 单说你是营帮的人 这一点 就跟我们遮天会不共戴天 我还有事情没说呢 小废话 老子先给你来个痛快 钱 钱 钱 什么意思 昨天那批货 本来是要今天交易的 对方手里还有五十万大洋 没有交付呢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你看你看 我阿四以我的人格担保 我说的话全都是实话 你如果发现我骗你 你到时候再杀我也不迟 对不对 怎么样 带我去找他们 好好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这个钱中协 到底有什么打算啊 他能这么好戏送我衣服 我呢 我想跟你说点事情 钱中协 我跟你说啊 这条街上的这些衣服呢 都没有我身上的衣服好看 而且我家里还有更多漂亮的衣服呢 要不你送我回家吧 立刻马上 我们出都出来了 怎么能让你空着手回家呢 这样吧 你能 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就送你回家 什么 送我回家 还要我回答问题 还要靠我数学题 假设我给你买了五件上衣 四条裙子 你到底有多少种搭配方法 什么意思啊 搭配法 红衣配红裙 红衣配蓝裙 你不说你家里衣服很多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BOX 感谢观看